2月13号凌晨 非议嫌犯那时尾随寒义女子李允儿 进入华布格兰街地铁站附近的公寓 将李允儿残忍杀害 警察赶到现场时 李允儿以身中树刀倒在血泊中 没有了呼吸 参与集会的人们在遇害身亡的 李允儿公寓楼下放置鲜花悼念 约翰朴表示 大量在街道上游荡的游民 是暴力犯罪事件一再发生的原因 市民不能眼看着这样的悲剧 一次次的发生 纽约市两名韩义议员之一的袁在西 表示将与市长密切合作 推行立法制止犯罪 继上个月15号 怀疑女子高卫明被游民推下铁尾身亡 不到一个月再次发生这起游民杀害市民事件 如何妥善安置游民将成为纽约市之恩的一大挑战 新唐人记者安欣雅 郭瑞 纽约报导 marine天市民 坡养地 民生 山猪 囪 马 下面 以上で終わりたいと思います